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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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会观察一段,时候才敢再开拍电戏,因为风险大了很多,可能演员同工作人员都要让步,不可以将税款完全转嫁给出品房。 香港艺人今年纷纷被上拍去拍电影,甚至拍摄电视《真人色》,收入盘满钵满,由于大陆市场大,加上税率又不高,一切隐形如周瑞发、梁朝伟、刘德华等艺人签约时的数千万身价除税后,甚至在香港半红不黑的艺人,如刘凯威、钟汉良及陈伟亭等,收入都演如猪龙入水。 而王祖兰等更开制作公司,签了一批艺人助他们在大陆发展,薪水制令整个娱乐圈叫苦连天,有大型制作公司高层张先生向披露,目前已有三十套电视剧叫停,四十几部电影不开拍,对影视圈影响既大。 他指出,以往投资者请一人拍戏都是用税后价,假设我们仅真子单要给一亿元,连一千万税就是一点一亿,但现在已要付四千二百万税款,足足多了三千一百万。 还有其他幕后制作人税款一样,要有数平方支付。 他强调说,假如先睡下游同样游投资者付出,我相信不会再有人投资拍戏。 现实有大陆明星大剑片酬,愿意及折收费,但有大陆电影公司不满心政策,有老板说,纵使改例已应有过渡期,最快2019年才执行。 怎可能有这一招,想托我们将回上半年的差额税下。